我们要准备把这些资料先抓进来 抓到我们的Power BI里面 我们Power BI换了 换成那个11月那个版本 去年11月 首先我们现在因为要去 使用我们的Power BI 好快速点两下 这个Power BI 桌面上这个Power BI Desktop 大概是11月的版本 所以它会出现 有新的版本了 要不要更新 你一点这个更新 它就会变成 等一下整个考完 它就变成英文版了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我先把这个登入视窗关掉 还有更新这个视窗关掉 我们现在先来看 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取得取得取得什么呢 取得我们的GA里面的资料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选更多 更多里面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里面有全部全部 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PDF档 没有耶 好所以这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的 它目前为止还不能处理PDF 但另外一套软件 Table它可以 好再来它是不是可以结合资料库 可以 然后Azure是一些云端 云端资料库 还有等一下这个单字哦 Azure也有人这样发音 反正就是发音好多种 然后线上服务 我们这边是会看到GA还有脸书 当然我们先看是这个GA 然后点选连接 GA为什么叫线上服务 它就是一个分析的平台 它把你的网站的相关资料进行线上的分析 它提供了这个线上服务 然后其实Power BI它也是一个线上服务 但是它是结合Office 365 好点选连接之后呢 我们这边是不是要去输入网址 对不起 我刚选错了 更多里面的线上服务GA连接 然后它说连接到第三方 什么叫第三方 第一方就是它自己这个网站 有这一个Power BI 对不对 那接下来第二方就是我们这使用者 那第三方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像GA就是另外一方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有空 可以回去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很多连接器使用的服务 继续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个登入 好 首先我们先点登入 先登入自己的GA 继续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请输入自己的密码 然后他说欢迎使用什么什么的GA 好 然后他要把这个Power BI跟GA结合 他问我们同不同意 那我们是不是要点允许 好 点选允许之后 然后接下来这个画面 我们点连接 因为我已经登入了 就可以点连接 我们现在请先选择 选择 就是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网站不要选错了 好 例如说这是我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所有网站里面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从上网下来去找 我们先讲这后面这几个 因为像例如说什么 地理 地理 还有像那个目标 还有像那个网页啊 好 这些可能稍后晚一点 我们再加进来 那首先我们先点时间 时间 假设我们现在选择的是日 日 好 他这边 他这边就说 至少要有一个测量值 就是一个数值 例如说 我现在时间 我们选date 然后接下来呢 例如说我们的使用者 就是有几个使用者 所以这边是会点使用者 好 我们点那个user好了 就是这边他就变成 几月几号有几个使用者 还有请你们再勾 请你们再勾 那我们会不会有那个网页 网页 好 例如说网页的 配举 那这边你就会看到就是说 例如说这个配举 这个配举 11月22号 然后user有两个 然后这个配举 11月23号有一个 然后接下来 这个网页 11月22号七个 这个网页 几月几号有几个 可以吗 好 这个我们先不点 我们先讲那个最基本主要的 那个seysion好了 seysion seysion就是那个社交 就是他有没有来 好 就是有没有点击 那我们勾那个heat 好 我们先做这三个 就是说几月几号 有几个使用者 然后他看了几个网页 那我们就直接点选 再入 这边我们是不是就做完 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麻烦请你们 直接先把它储存起来 因为等一下我要告诉你 你第二次第三次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 2018 130 对不起 不用建立这个资料 2018 0130 应该是GA 好 点选存档 好 稍微了解一下 就请你们先存档 先做到这边 就是这里面有资料 这里面有资料 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讲 更重要的事情 好 请你们做三个 就是等一下取得资料 你先选择日期 然后在那个 搜寻里面选 heat 然后还有user 里面选 users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这里面有资料 我们先放下» MAN 谢谢大家